因为我小时候在北京待过 交过朋友 对中国当然有一个很亲切的感觉 我认为我一部分是北京人 还保持一点点那个北京口音 1979年就是正式建交的时候 在卡特跟邓小平的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我在北京 我记得很清楚 那个时候在美国大使的那个房子 外边有一个正式的一个 把国旗放上的一个项目 有国际的媒体都到 以后他们放火炮 那当然别的人成人可能记住的是 我们伍德卡克讲的话 还有可能当时的那个外交部的部长 可能也讲了什么话 我都没有主意 我只主意的是那个火炮 十岁的小孩子就是这样想 所以我看过中国 我亲眼看过中国的变化 这个对我来讲是非常 有帮助的一个现象 他给我一个历史的角度 来了解就是中国的现况 因为叫朋友嘛 我就很难那个忘记 就是中国人美国人都是人 我觉得在国际关系领域 我们就很容易忘记这个最关键的一点 因为我们经常就是有这种黑白分清的一种思维方式 中国怎么怎么样 美国怎么怎么样 但是我们都是人 最基本的一个挑战 就是师徒真正地从对方的角度来分析具体的问题 为什么这个重要呢 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对方的正式立场 美方的外交官 中方的外交官 他们都知道对方对任何什么事情的正式的政策是什么 但是他们真正地了解那个政策的背后 它的动机 这个就不一定 因为他们没有很多的机会 就是真正地有深一点的交流 真正地听对方的话 就是了解对方的感情 我认为真正地要改善中美那个互相沟通 互相理解 不只是需要知识 需要愿意从对方的角度看问题 一般的美国就是搞中美关系的学者 会用别的理论的方法来研究中美关系 比方说那个realism 现实主义 或者是liberalism 自由主义 我是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 所以我的研究是强调意识形态 国家认同 自尊 这样的心理因素是怎么样影响国际关系 有一些问题很难解决 台湾问题 西藏问题 我们不可能一下子有意志的看法 但是如果他们能够从中国人的角度 比方说如果他们了解亚片战争这个历史 他们能了解百年国持这种历史观的话 那他们在考虑中国人对台湾的看法 他们或许会更了解为什么中国人对台湾这个问题有那么强烈的感情 否则的话他们只从他们自己原有的意识形态来分析这个问题 那我的中国的同事朋友也可以 帮助别的中国人多一点了解美国人的角度 美国对台湾这个问题的政策 真的是因为霸道 因为那个像阻碍中国的崛起 像耻辱中国吗 还是是跟他们的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有关 总而言就是我们要同行对方 最好不要总是怪对方 以前中美关系 八十年代的中美关系 主要就是强调双方的关系 直接就是中国跟美国 但是现在中美关系还包括所有的国际问题了 比方说国际恐怖主义 或者是国际环保 任何什么国际问题 如果没有美国跟中国积极的参与 解决不了 所以我们的互相依赖 越来越复杂 以后那个双方关系就越来越难管理 之所以这些最基本的一些事情 像互相信任 我们就非得改善 客观地看中美关系的时候 我觉得方向不对 就是两国之间就是越来越缺少 这个互相信任 这个要改变 但是我心情还是乐观的 我总是希望我们都可以 一个人一个人来改善中美关系 请来南无论